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的腳架 這次比較有趣 跟大家介紹一下配件 配件這支腳架 其實就拿了獎 有什麼好用的地方 因為本身 這個腳架很明顯 是放在桌面 除了放在桌面之外 其實很多位置 原來你發覺它是可以用的 譬如說這個可以借助 自己的身體 做一個平衡位 像現在這裡這樣 放鬆之後 可以托住 這樣來拍其實是OK的 譬如說我現在試 接近是百分一秒 甚至乎是 可以看到這個相片 其實都很清晰 可以看得到 但就算我放大 是連鏡頭的樣子 都可以看到很清晰 如果你譬如說這裡 都是不夠的 可能你要求會再高一點 又或者你用菲林機 它的ISO始終是沒有那麼高的 有些情形之下 你可以借一幅牆 出去外面拍照的時候 很多時候 有些位置可以有一些長的 那你借助這個長的力 你就可以定很多來拍了 像現在這樣 對準 OK 現在看到這些字仔 都不一樣的 很清晰 可以看到 拍照我的攝影機的鏡頭 是正在用Nike 的 那這個其中兩個方法 那另外呢 就是這支鏡呢 這個腳架呢 它是很方便的 譬如說你現在 那如果譬如在旅行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只背著背包 不想背這麼重的東西的時候 那你可以這樣 這樣 這樣就解開它 這樣就變了兩絕了 那下面這絕呢 這樣一插 抬著腳架 這樣就變了很小了 這樣是不是OK呢 比說沒有腳架會好很多 但是又不會太重 那一般你放在一個攝影袋裡 其實是OK的 其實我們不時會有影片 上載到網路上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呢 歡迎你給我一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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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